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爷 大爷好 五年好啊 帮妈妈新年好 哈喽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Cheers 你干啥呢 我刚上完课的大娘 老姑 大爷 五年好啊 我叫张萌 去年九月份来到香港 目前就读于香港晋慧大学的传理学院 离家园每逢家届被夫妻嘛 所以我也比较想我的家人 那可能就只能通过视频来排解 所以我也特别特别希望 疫情赶快结束 然后能够和内地通过 这样可能半个月啊 或者是一个月就能回去见一次家人 其实疫情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还是挺大影响的 学校已经全面转成线上网课了 我也希望香港的疫情早点结束 能够恢复面兽 因为我觉得面对面和老师沟通的效果 更好一些嘛 其实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还是不太适应的 因为我本课是在大陆读的 没有经历过这种纯英文的教学 尤其是去年我选了一门德国老师的课嘛 那个德国老师之前是记者 所以他的语速特别快 而且是美式英语 听着还是有点吃力的 生活上呢 香港政府规定 下午六点之后就不允许堂食了 所以每到周末啊 和同学晚上聚餐就不是特别方便了 那我可能就会邀请同学来家里面 大家一起买点东西一块吃 今年过春年我已经和同学约好了 打算邀请他们来我家做客 然后做几个菜 大家一块做菜啊 包饺子啊 这样也能找到 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我希望香港疫情快快结束 快快通关 另外就是希望自己在新的医学年 学业能够有所进步 你好 你好 这是Laura 你好吗 我叫Laura 我是2015年来到香港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现在在一家科技企业当国际公关 我觉得疫情多多少少会对生活工作 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居家办公了 通过网络可以节约了通勤的时间 然后减少了病毒的传播 那么当然是最理想状态之下 也是希望说疫情能够赶紧的过去 大家能回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的状态 今年其实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 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人 因为有很多的港漂像我一样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留在香港过年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现在的高科技 它可以让我们跟家人通过网络 有个零距离的接触 比如说吃年夜饭 云年月饭 云拜年 哈喽 爸妈妈 新年好 哈喽 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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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在中环街市 好漂亮 好漂亮 人有过年的气困 现在香港疫情很严重 你要注意一下 你在广州过年疫情怎么样 还可以吗 广州没事 广州很好 希望疫情之后 我就能赶快能回到广州跟你们团聚 我也看 赶紧回来回家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港漂来到香港 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自己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 其实是我刚毕业 当时我是进入了一家外企 然后在那个团队里面 我是第一个内地背景这样招进去的 我记得在一次开会的时候 我的英国大老板在会前 讲了一个英国式的笑话 当时大家都哄堂大笑 当时我就非常尴尬 因为我get不到他那个点 那一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 这个时候呢 我领导就找我进去谈话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Laura 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然后我才意识到 其实自己相比于外国同事来讲 我更加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市场 那么现在随着经济不断的在发展 中国的企业需要去走向世界这个市场 那么同时很多外国企业也看到 咱们中国内地市场的这个商机 其实可以用我的专业的成绩 以及两文三语的这样一个优势 作为他们两边的一个桥梁 其实来香港也差不多七年了 这七年其实我见证到了非常大的变化 内地与香港的连接是越来越紧密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来香港读书的时候 是没有大湾区这个概念的 身边的年轻人 他们也越来越的关注大湾区 关注内地市场的发展 也更加的愿意去了解内地的市场 那我自己觉得非常开心的是 我在香港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in chinese we pronounce 福 ok 福 means a black thing good luck in chinese 他让我在香港觉得 我其实遇到困难 我是可以去找他们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我留在香港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吧 Happy Chinese New Year Cheers 儿子 儿子 持人